我们看到在疫情防控期间 电商 网购 在线服务等新兴业态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疫苗研发工作近期也是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科技创新加速发展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首先来看日本媒体 日本的经济新闻 新技术助力中国抗疫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互联网加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疫情的高风险阶段 机器人和无人机在多个社区派送物资防疫消杀 在复工复产阶段 5G热成像技术精准针对密集人流往来 完成了体温的监测任务 在疫情期间 中国快速地测试了5G和大数据的相关技术 并且迅速投入使用 在防疫和保障人民生活方面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来看美国媒体洛杉矶时报 中国创新发展在路上 尽管疫情冲击是不容小觑的 但是中国创新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4月在四个城市的试点项目中 引入了数字货币 从纸质币到数字货币的转变 是数字时代的重要标志 处于数字支付技术最前沿的中国公司 将抓住数字化全球经济带来的经济收益 加快产业的布局和升级 来看德国之声 中国技术水平不断地提高 中国制造已经不再是 衣物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的代名词 而是成为了加工生产 高附加值科技产品的全球工作台 在新兴技术的催生之下 中国兴建高技术生产线 运用自动化机船和数字化的生产系统 成为全球高技术生产线中的重要环节 但随着中国自身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 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 最后来看英国广播公司 中国科技进步令人瞩目 看到近年来 中国不断加强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通过对专利数量 硬件实力等方面的评估之后发现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中国正利用经济和地缘优势 发展出独特的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在半导体的生产 生物科技 航天通讯等领域 中国的发展潜力非常的明显 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进步 已经是令全球瞩目